然後就變變變,它就編出了一個A.out出來啦 A.out是什麼東西呢?是一個執行檔 然後執行檔是幹嘛的?你就下個點斜線,然後A.out它就會動了 那到底就是你的這個點C檔是怎麼變成一個可以動的這個 就是這個executable的執行檔呢?就是下面這個flow 我的雷射筆好暗淡喔 就是這裡有兩個檔案啊,那我們首先會經過compilation的過程 然後它會變成assembly,然後經過assembly的過程,它會變成點歐檔 那點歐檔是什麼?我們大家叫objet file這個點歐檔呢? 它裡面就是machine code 那machine code就是那種在機器上面執行的0101那種東西嘛,大家都知道 好,那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的重頭戲啊,就是這個橘色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linker的部分 那linker它的input就是這些點歐檔,我們自己寫的點歐檔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它還會去找這些library library是什麼東西?我們平常在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所有的那些一些系統的程式 或者是一些就是大家常常用的sender library啊,那種printf啊 或者是像vector啊那些東西,大家都很常用 但是這些東西我們不可能就是天天要自己刻嘛 也不可能寫在我們的這個a.c跟b.c的檔案裡面嘛 所以我們就是code外部的這個library啊 所以這個linker呢,linker它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把這些我們的自己寫的程式 然後以及外部的這些library找到它 然後把它include進來,然後linklink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link在一起 然後最後吐出來的就是我們想要的這個executable 那除此之外,linker也可以做出這個點獸檔 就是在點獸就是linkers裡面 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副檔名的格式 就是share library的這個格式 那這也是linker它的output之一這樣 好,所以就是到這邊大家大概就了解整個compilation的flow啦 那也知道就是在這個flow裡面 就我們的linker呢佔有就是這麼不可或缺的一個位置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世界上我們常常用到的這個open source的linker啊 就是有哪些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gnu-ld,然後另外一個就是gnu-gold 那gnu-ld的話相信就是大家都不陌生啦 就是平常我們在那個現在目前的linux的環境 這個系統上面所使用到的這個compilation的flow裡面 所使用到的這個linker啊就是我們的gnu-ld 那它也是就是目前就是開發的歷史 算是歷史嘛,相當悠久的一個linker啦 那它現在是放在這個gnu-b-t-t裡面 那它所支援的file format跟targets也算是最多的 像是現在一般的arm啊,x86,x8664 然後還有什麼mips啊,powerpc這些 這些target它都有支援 它另外它也支援不一樣的這個object file的format 像elf或者是cove這些這樣子 那它可以支援這麼多的這些有的沒的東西啊 就是因為它是based on這個bfd的library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這個gnu-b-lutility裡面的話 就發現裡面有一包超級大包就是很佔空間 不是很佔空間,就是很大一包的東西啊 它叫做bfd這個library這樣 那它也是目前就是使用相當廣泛的一個這個open source的一個linker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gnu-go的這個linker啊 就是這個linker呢它相對於這個gnu-ld啊 不算是就是沒有這麼長久的這個開發過程 但是它目前是一個相當完整的一個full system的linker啊 那它主要是由這個google的Ian Lance Taylor 以及他的團隊他所開發的 那Ian Lance他自己 他其實也是就是gnu-ld的開發者之一 所以他在做這個gnu-ld用一用 就覺得好像有很多東西就是還不夠完善的地方啊 他就決定自己再做一個google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對linker非常了解 就是linker界的強者這樣子 對啊 然後那這個google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專門for elf的這個格式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gnu-ld它支援就是一些不同的file format嘛 那就是google呢它有一個最大的目標 就是它希望它的linking的這個speed啊 就是link的這整個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它就是專門就是我就是要做elf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elf的話在目前的這個 像linux啊這些 這些open source的這些system上面呢 它算是最廣泛使用的一個交換 就是object file的交換格式 所以它就是專門就是我就是要為了這個elf 然後去做一個超快的link這樣 那事實上在實驗數據就是我們有做一些實驗啊 然後也發現就是google還真的比gnu-ld就快超多的 可能會快到四倍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就是目前google它也support很多不同的target 剛剛提到的阿瑪、X86那些它都有支援這樣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特別就是寫了這個 它是用C++寫的啊 就是為什麼要特別講這件事情呢 就是gnu-ld是用C寫的 它用C++寫有什麼好處 對我們來說的好處就是這個code就比較好trace啊 就很容易看得懂這樣子 所以就是對我們開發link的過程之中 就是google也幫助我們非常大的忙 這樣 好 那講了這麼多 大家也就是大概知道link是什麼啦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系統之中就是一個多麼重要的人 可是我們平常都是就是你也剛剛看到啦 下個GCC它自己就會去call這個link 然後把你link要做的事情都做完啦 或者是如果你有makefile 咦打個make 該做的事情就全部都做完了 那到底這個linker就我們平常 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事呢 這邊就是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linker有什麼好處這樣 好 那就是大家已經知道linker它的功能 就是link你的objectfile 然後link你的library 然後吐出executable嘛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來稍微介紹一下linker的一些option 哪些option可以幫助到我們平常寫程式用途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是 就是大家要看那個什麼一個程式它的那個option的時候 當然就是減減help給它下下去 然後你就看到一堆的option嘛 然後這個就是跟GCC下減減help一樣啊 這個linkerLD下減減help也是一頭拉苦的那個option 就跑出來還要翻個一兩頁兩三頁這樣子 也不知道哪一個option是有用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簡單介紹一下就是三個option 然後這三個option跟我們平常寫程式就有什麼關係呢 好 第一個的話就是 減static 跟減dynamic 這樣 那這個的話就是從 這個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static啊它就是要link static library 那減dynamic 減bdynamic的用途就是我要link dynamic library 那這兩種library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可以想像啊就是我們現在在一個dynamic系統裡面 我們在決定就是比如說 我們要link一個sender c library好了 或者是我們寫一個程式 然後我們要call這個printf這個 function的時候啊 那這個function當然不會implement在我們自己寫的程式裡面啊 我們call一個外部的程式 寫在外部的library裡面的一個function嘛 那這個外部的library會擺在哪裡呢 當然是擺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那如果是一個dynamic的library的話 它的行為會是什麼呢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它就會發現說 欸我call了一個外部的library 然後我再去找到這個外部的library 然後把它漏進來 然後再去執行你想要做的這個動作 那如果是static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那它就會在link time的時候 就是你還沒開始執行之前 這個程式也還沒漏到系統裡面之前 你在link的時候就已經去找到這個library 並且把這個library裡面的東西include進來到你的執行檔裡面 然後最後就是這支link會幫你做好的 然後最後再吐出這個executable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executable裡面本身就有這個 你這段printf的call了嘛 所以你在真正在執行的時候啊 就應該說你的executable在漏進去的時候 這段call也漏進去了 那你執行的時候就不用再說 再做一次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堆動作了 那這樣子的好處大家就可以想像 執行的時候會比較快嘛 那不過就是有好處就是大家也是有壞處 就是你的executable 想當然就是會長得比較大一點 因為本來有一些人家擺在系統裡面的那些library的程式 你都把它include到你自己的檔案裡面來了 這樣 好 那講了這麼多呢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linker它會去怎麼選擇 就是你要link的這個library 是static的還是dynamic library 你就可以下這樣子的參數來控制 這樣 好那最下面這裡這個圖就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啊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自己編一個library的時候 那我可以 就是我編出這個object file之後 我可以用AR 然後編成這個橘色的 就是lib mylib.a這種格式 或者是 對linker下來剪shed 然後編出點soul這樣子的格式 那我們在使用這樣子的一個library的時候 這邊 就是我們在我們下 這個剪static的話 那我們系統裡面如果有這兩種 就是如果有static library也有 然後dynamic library也有的話 我們下減static linker就會自動去幫你找到這個 點A 就是static的這種格式 然後幫你把引庫進來 那一般dynamic的系統裡面的話 default是會有-bdynamic的這個特性 他就是 如果你什麼都不下 他就是直接幫你去找那個shed library就對了 好 那這是第一個option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stargroup和endgroup 那這個 在介紹這個option之前呢 就是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archive這樣子的格式 就是剛剛有講到這個點A啊 就是我們的library 可以包成點A這樣子的格式 存在系統裡面嘛 然後讓大家就是去呼叫它 不是讓大家 就是讓linker去找到它 然後把它引庫進來 那archive這個格式的用途呢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很多的object file 然後把它包成 就是一個 一包這個點A 這樣 就是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我們只包了一個點O進去 但是它真的好處 其實是你可以寫一堆的點O檔 然後把它包成一個點A 那這樣子呢 你以後再就是想要 就是使用這個library的時候啊 你就不用再去確保說 欸 我的某一個API 是放在 是implement在某一個點O裡面 我就要 就是一定要include這個點O 然後才是 才會是對的 我就直接 欸 我不管了 我就直接把這整個點A 把它就是寫在我的commentline裡面 那linker就會自己去這個點A裡面 找到你所需要的那一個點O 然後把它include進來這樣 好 那所以這就是這個 archive這種 這種檔案格式的好處啦 那這邊就有講到就是 我們大概是mslinker 大概是在上個月開始 implement我們的archive reader的部分啊 那我們就week了一下就發現就是 欸 這個archive有一些不同的格式啊 有一個叫做葛怒Variant的 然後有一個叫做BSD的Variant 那我們就先implement的葛怒Variant 我們的server都是Linux環境的嘛 當然就是葛怒的 先把它做一做 然後我們 之後呢 當然就是 首先要找一個測試環境啊 那這個BSDVariant 這個名字聽起來 就是在BSDSDSN上面 應該就是用這個格式了吧 所以我們就去這個BSD上面試了一下 欸 怎麼BSD長出來 也是這個葛怒Variant的啊 所以我們一整個就不知道這個BSDVariant 就是到底就是在哪邊會使用到 所以我們目前mslinker的archive reader 就是支援葛怒Variant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大家發現就是 呃 你有對這個BSDVariant有需求 或是你知道這個BSDVariant是archive啊 就是在哪個地方其實很多人用到 我們都不知道 就也歡迎大家來告訴我們這樣 好 那講了半天就是還沒講到 我們這個stargroup endgroup的這個option 到底是做什麼用的啊 因為剛剛有講到就是這個archive裡面 可以包很多的點O嘛 那這個linker它其實是會去幫你找到 你所需要的那個點O 把它include進來就好了 那這點A裡面的這些一堆object file 他們其實也可以互相就是互相引用的 就如果這個 這點A裡面包了一二三三個檔案好了 一可以用到二裡面的東西 二也可以用到三裡面的東西 而且它的順序是可以隨便亂擺的 因為linker會一直就是一個loop幫你找到所有的 就是互相引用的人都被引庫進來以後 它才會停止 那不像我們一般commenter上面 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檔案擺的順序是有順序性的 就是如果A用到B 那B必須擺在前面 如果擺在後面的話 你就會跑出undefined reference來 就是這樣子的規則 就是在點A裡面就可以 就不用理這個規則 那一樣的就是出了這個點A之後 如果你有好幾個點A 然後你又希望裡面可以互相引用 然後你又懶得管它說 我在comment line上面的順序要是對的啊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star group 然後-end group這樣子 然後把你的點A放在中間 那這樣子linker會去做的事情 就是幫你這裡面所有的點O 都把它拉出來找 然後找到所有互相引用的人 都已經被引庫進來了之後 然後我們才會停止 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 就不用這麼麻煩 還要記得說 誰互相引用啊 或者是互相引用的人 一定要包在一起 就是很麻煩嘛 好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最後一個 就是一個特別的linker的option 叫做-z-r-e-l-r-o 這樣 那-r-e-l-r-o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邊上面有寫的 它是re-only relocation的意思 那-re-only大家都知道嘛 只可以讀 不可以寫 不可以做什麼的那種 就是可以讀這樣子 那 relocation 的意思呢 就是這邊 就是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這個程式啊 它編完之後呢 比如說 你這個compile編成一個一個object file的時候啊 他們在互相 比如說你要branch 跳去一個什麼地方 或者是 你要使用某一個地方的變數的時候呢 他們使用的方式 是用address 來做這個參照的方式的嘛 那這個address呢 想當然就是 你這compile編出來以後 會有個address 然後這個 嗯 linker再把它 他們全部都link在一起以後 address當然要重新排過嘛 那你把它漏到memory裡面以後 又有一個新的address 比如說你原本 這個檔案是從1000排到2000好了 那你load的時候 你把它load到 從3000的位置開始load的話 那你就要把這個 3000的 這個memory-based 這個address把它加上去 所以說就是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之中呢 就一直有這個 需要修正address的這個 這個需求存在 所以這個relocation呢 它有用途就是去標示說 比如說你的branch 後面會加一個 address的位置嘛 那這address因為在整個 這個compile流程之中 到low time的時候 都還會再改變 所以 low time low time不會再改變了 就是在這個 漏到memory之後 就是都還需要被改變 所以這個relocation呢 就會去標示說 欸這裡有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是需要被改變的 那這就是給linker 然後他們去找到 這個relocation的位置 然後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 apply relocation 或是perform relocation 的這個動作 然後去把這個address 修正成對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 講了這麼多 這個relocation啊 那到底就是re-only的relocation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大家剛才聽完 我講的relocation的意思 就知道 relocation是一個 需要被修正的地方 也就是說 這個位置必須是writable的 但是如果是writable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我在漏 我把檔案漏進來 然後執行到這裡 然後我發現 這裡有個relocation 然後我要去改它嘛 所以代表這個位置 是需要被寫的 那需要被寫的 比如說這是一個branch的指定 後面接的這個address 好了 那大家可以想像 那代表這個branch 當然是在一個 可執行的區段嘛 可執行的區段啊 然後又是可以寫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 就是不太安心啊 就是你想要讓 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的程式裡面 有一段可執行的程式嘛 然後居然是可寫的耶 這樣子就會有一些 安全性上的考量啦 所以說這個-z- eu-o-o-op這一個option 就會發明了 也不能說發明啦 就是大家就覺得有這個需求啊 然後它的功能呢 就是在dynamic 在dynamic linker呢 這裡有一個圖 就是我一開始呢 Dynamic linker 他去找到 你這些relocation 就你需要被修正的位置 你這些re location 然後把它apply完之後 我就把這些位置 都把它mark成re only的 然後在loader 就是 他就直接把這一段 就是本來是re location可寫的 因為它已經被mark成re-only了 所以就把它漏到memory裡面的re-only的部分 所以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改變它的這個位置了 就是它在之前就已經位置全部都被改好了 它就可以被擺在re-only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在security上面就會比較安全 那主要這邊就是用在POT 跟一些部分的GOT station的部分 就是你下的這個-z,i,l,ro linker就會自動幫你標示成就是有這個re-only relocation的這個特性 好,講了好久 終於要進入我們的m-slink 然後就是首先呢 就是現在大家應該都已經很認識linker 也知道就是linker就是非常重要對不對 linker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叫什麼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要介紹 因為剛剛已經講過了 現在有很多open source的linker 然後那些linker也活得很好啊 也用得很好 然後現在一直有在maintain 大家都用得很開心啊 那我們幹嘛還要再做一個linker呢 所以說這邊就是 介紹一下我們的m-slinker 那就是在有一天 因為我是在這個 我們先講一下我們這m-slinker到目前為止啊 大概過了一年 然後又有幾個月的時間這樣子 那我是在去年的9月加入這個linker的 這個linker這個project的 那其實我們真正的第一個page啊 就是 我就gitlog了一下嘛 發現我們的 這個第一個page啊 是在去年的5月開始的 所以這就是說啊 有一天啊 然後有一些人啊 公司裡面有一些人 然後討論討論著 然後想說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咧 然後討論討論著 他們就決定 阿不然我們就來做一個linker吧 所以我們這個m-slinker呢 就這樣子 在一群人們 就是很神奇的討論之中啊 他就誕生了 那一直從去年的5月到現在 到現在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然後我們也知道 就是目前我們已經是一個完整的linker 然後我們已經通過了很多的測試 但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improvement 還有很多的enhancement 那應該就是當然 也還有很多的bug要處理啊 那就是現在我們大家也就是一直還在努力 然後這個linker呢 就是從我加入之後 就是一直就是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 這樣 那我們去年就是有去參加這個 LVM的這個歐洲的meeting啊 就有一個外國人就跟我們 聽到我們在做m-slinker 他就跟我們講說 linker's work never done 這句話就是心有氣氣焰啊 他知道就很多很多東西 還可以做啊 還可以玩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的m-slinker 好 那還是要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m-slinker裡面有哪些members呢 那我們是mediatek裡面就是compared infrastructure as a technology 這個部門啊 那我們是屬於一個就是比較研發性的部門 那我們主要的開發者有三個人 就是Luba 然後景念還有Ziana就是我 那Luba的話它是負責我們整個m-slinker的架構設計啊 然後還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演算法這樣子 那我跟景念的話就是有負責一部 就是我們自己有負責的一個部分的這個設計跟開發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一堆的名字呢 就是到現在為止就是對我們m-slinker就是幫助很多啊 然後也很有貢獻 那不只是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的人啊 因為我們是一個就是open source的project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也收到很多就是別的地方的人的幫助啊 像是一些x86的人啊 然後還有maps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像是別的學校的一些學生啊 都來幫助我們完成這個linker 然後就是有大家的幫助我們linker 就一直走到了今天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一個linker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m-slinker呢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the need of on-device linking on-device linking就是看名字大家就知道就是 我要放在手機上面做linking嘛 那不只是linking其實還包括就是compilation 然後以及linking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我們需要on-device的linking呢 大家都只好比如說現在很流行的android的這個手機系統嘛 就是現在手持系統的這個環境上面 比如說android好了 它可能會放在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平台的手機啊 或者是平板或者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反正不同的target的這個裝置上面嘛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就是我寫了一個程式 我對一個app的開發者來說好了 我寫一個程式我還要編成好幾種長相 然後才可以放在不同的手機上面 那不同的手機還可能會碰到 不同的平台的手機還可能碰到不同的問題啊 那我還要幫每個就是每一種手機可能要去幫它debug啊 或是做optimization部分了 就是聽起來就覺得超麻煩的嘛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把這個compilation的這個flow 可以把它搬到手機上面執行 那我們下載下來的時候 在不同平台上面的手機 然後有自己的compile跟link的一個流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platform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不同平台 就是不同target的手機的這個platform的這個fragmentation的問題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做Ampslinker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non-GPL的linker 那這也是一樣的嘛 就是我們要把東西擺到手機上面去啊 希望這個linker啊 就是每個手機上面都可以有一份 那我們當然不能擺一個GPL的東西上去嘛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Ampslinker呢 它是一個就是UIUCBSC cell的license啊 那剛剛提到的像葛諾地以及code 它都是GPL license的linker這樣 好那再來就是講一下Ampslinker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剛剛講過了它要做on-device的linking嘛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它要小又快 然後又要就是就是使用的memory要非常的少嘛 大家可以想像手機上面就是寸土寸金啦 所以說當然就是這個linker本身不能佔太大的空間 而且就是我們使用的memory就是要非常的少 因為手機上面的memory就是資源相對的是非常有限的嘛 那這個目前的實驗結果也可以顯示 就是說我們比code的啊 然後還有葛諾LD都小非常的多 而且使用的memory的這個就是在link的流程之中的peak memory 就是也相對的少 那另外一個呢當然就是link time要fast嘛 就是我剛剛講過我們東西載下來以後 我們就要直接在手機上面編 那當然編的流程不能太久啊 你載了一個game下來等個兩個小時它才會好 那這樣子大家就不太想要用這個東西啦 所以我們的link的速度要夠快也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一樣我們的linker呢 也支援不同的平台以及不同的file format 那目前我們有支援的平台有arm 然後x8632bit還有mips 那我們的整個架構的設計上 我們也考慮到了就是要增加targets 以及file format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整個架構呢 大家就如果有興趣想要加新的target啊 或者是新的file format的support進去也是非常容易的 那我們目前有支援的這個file format就是elf 那最後呢我們是leverage lvn 就是我們跟lvn就是共用了一些 就是linking跟compile的時候會共用到的這些 一些call base啊或者是utility啊 我們就是直接就是使用lvn的部分 當然這也是可以讓我們的linker就是比較小的一個原因 好那講到這邊就是相信大家對linker 然後還有mslinker都很有了解啦 所以最後呢我們就來講一下就是這個 比較這個怎麼講 比較detail啊比較不好玩一點的東西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做linker嘛 所以這個還是要介紹一下 整個linking的flow裡面有哪些重要的步驟 然後這些步驟都在做什麼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圖啊 首先就是reader 然後normalization,symbol resolution,layout,relocation,writer 這樣一堆名字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樣就是一個一個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那首先就是linker它所吃進的input啊 有很多種 這邊就有列出來 就是有.o 哎呦我的pointer 啊.o 然後點送.a link script等等不一樣的檔案格式啊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個reader 然後把它read進來 那讀到我們的這個LDIR 我們mslinker裡面稱作LDIR 就是我們整個linker 它在這個linking的過程之中 它所處理的一個IR 我們叫它LDIR 我們叫它LDIR 那讀進來讀成一個共用的 嗯 不是共用啊 就是讀成我們這個mslinker 看得懂這個LDIR之後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normalization的部分 那normalization的話 其實大家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因為剛剛講過 我們有很多的 嗯 不同的input format嘛 然後這個linker 它也會吃很多不同的 這個command light option啊 那這個normalization的流程呢 就是在處理這些input 然後這些command light option 然後看這個linking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有哪些不同的特性 那就是在這個normalization的部分 做一個分析 那在mslinker裡面 我們是把它做成一個 binary tree的一個長相 然後在接下來的處理 那symbol resolution的話呢 可以說是就是整個linking的過程之中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它主要就是在處理symbol啦 因為剛剛講過我們這個linker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object file 或者是share object的這個input進來嘛 那它可能要去找說 欸我現在用了一個printf 這個printf定義在哪裡呢 它就要去別的檔案裡面 找到同樣是printf的這個symbol 然後看它 欸如果它是一個defined的 我就知道我要用的人在這邊 然後把它撈進來 那這些處理symbol的流程呢 我們就叫它symbol resolution 那接下來就是layout 那layout的話看名字就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layout裡面有做一些setion merge setion ordering等等這些動作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很多個input的嘛 那同樣的input裡面 可能都會有text session啊 或者是這叫什麼data session啊 這些session 那我們最後吐出來的檔案只有一個啊 當然要把這些session 就會併在一起嘛 所以這就是layout在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就是 把這個merge完之後呢 你這個session的這個位置 就已經固定了 那我們layout就會幫你 把這個virtual address把它填上去 那最後一個 這個重要的步驟呢 就是relocation 那relocation大家 就是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了嘛 就是我們會對一些 就是需要被改變的這個 address的部分做一個修正 那這就是在relocation的地方做的 好 那整個流程結束以後呢 那就是透過這個writer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ldir啊 然後寫出去 寫成我們想要的這個檔案格式 不管是share object啊 或是executable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mThinker 就是接下來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那目前我們mThinker 已經在這個lsp的jellybin裡面 就是release出來啦 大家如果下載lsp 就可以在framework compiler底下 有一個叫做mThinker的資料夾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call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那當然就是繼續朝著我們full system的linker 去前進嘛 我們還有很多的enhancement improvement 可以做就是剛剛講過了 這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promote 我們的mThinker 到這個bst的系統裡面去 然後希望bst能夠使用mThinker 當作default的這個linker啊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那還有一些linking的optimization 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 好 那這邊就是 當然就是我們mThinker 是一個open source 那現在擺在這個google call上面 那我們非常歡迎大家的參與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就是有任何的建議 或是有什麼問題呢 都歡迎到我們的main list 或者是這個 你發現有bug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issue tracking系統上面 去告訴我們說 咦怎麼有個bug啊之類的這樣子 那如果要找到mThinker的話 就是也在google上面 就是直接google 那在googlemThinker 那在第一個大家就會發現 就是我們的mThinker的 主要的網頁 好 那mThinker呢 就是always open 這樣子 那open for you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參與 我們mThinker的開發獎 謝謝各位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時間關心開放一個問題就好 超級 有誰有問題嗎 好 好 對不起我想問一下 就是2012年 LVM European Conference 他們Sony也有一個linker 是 Sony他們也有present一個linker 是 LLD 那這個linker跟你們linker 大概有哪一些差別呢 好 這個那個LOD的話 他們是 就是目前這個LVM 它所認定的LVM的linker 那主要的差別 就是我想在整個架構的設計 然後以及algorithm的部分 我們都有蠻多的差別的 那LOD 如果你看過它的presentation的話 你就知道它推廣一個叫做 atom-based的一個linking的flow 那這個 那個東西的好處 就可以做到更多的 linking的optimization 那事實上 在我們的 就是mThinker的設計裡面 有一個叫做 fragment-based的 這一個linking的流程 它其實也可以做到 類似像 atom-based 它所做到的事情 那 除此之外呢 我想 就是在整個 嗯 嗯 linker的一個完整度的上面 那 嗯 目前LD跟mThinker 就是還是不能比的 因為 所以LD目前的話 我們只看到 就是一個很初步的雛形 那mThinker的話 現在已經是一個 完整的linker 那大家可以使用 可以去玩玩了 這樣子 那 就是不知道 這回答 就還OK嗎 好 好 謝謝大家 那請 大家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那個 風偉大美麗獎者 那我們接下來很快就 請下一個獎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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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